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七期 今天咱们这期的主题就是 这个地方我已经把它写出来 过滤器 过滤啊 什么叫过滤啊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水是脏水 是吧 咱们过滤一下把它变成干净水 就这意思对吧 咱们一般说过滤器 也一样 咱们这个也是这个意思啊 英语叫做filter 这个是今天的知识点 过滤器 这加s啊 就是说不止一个过滤器啊 咱们什么都能过滤 好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过滤器的定义啊 定义就是说 这是我的定义啊 这不是说这个官网定义 我是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加了个定义 我尽量把这个官网的定义文绕绕的 咱们变成白话说 这是我的目的啊 好 咱们看定义啊 定义就是说 格式化变量内容的输出 这听起来还是有点像外文啊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咱看后面啊 日期格式化 对吧 字母大小写 数字 数值的再计算 比如说咱们上面这个网页上有个数字 不是 咱们先有个日期 咱们是想是加上年月日 还是加斜线 还是说年写后面 这不都属于表示形式吗 对吧 其实日期本身并没变 这种表示形式 咱们就用这个过滤器 这么说就明白了 比如说 咱们从数据库中读出来的这个数字 都是小写的 咱们想这个 在一个网页上都显成大写的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各国货币符号啊 什么的 对吧 这个怎么办 咱们不可能说在数据库中各存一套 是吧 既存小写又存大写 那数据库一会就爆了 对吧 那怎么办 咱们用过滤器 因为它是表示逻辑 它不是数据的存取逻辑 我怎么说的逻辑了 刚才 好 咱们不说了 这就是过滤器的作用 有朋友还不理解的话 咱们呢 看一下这个 样例 看例子 这一看例子呀 一般就说不理解 东西不都变理解了吗 对不对 这个例子 为大家举两个 两个过滤器 咱们先看下面这个部分 就是说这个Java代码的部分 这个代码的里面呢 EL是选择器 咱们以前讲过数据 是这个叫数据属性 咱们也讲过 没有问题 但是下面这个 咱没讲过 什么呀 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过滤器 大家看啊 其实这过滤器啊 简单的要死 它不就是扎了脚本的函数吗 你看 跟你咱们以前学过那个Mister的 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 完全一样啊 今天呢 咱们定义两个过滤器 一个呢 是2upper 一个呢 是2percentage 我这个英语发现还行啊 这个不像日语啊 好 咱们看啊 2upper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把我的数字 全都变为大写 你说我2lower行不行 您呢 自己再加 我这个就是只变大写啊 好 接下来 除了这个 只变大写之外 咱们还做一个 叫做什么 就是说啊 百分比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算数 叫做这个0.5 那它是百分之多少呢 百分之50吗 对吧 那就是说 把数据库里面 这个0.5 或者0.8也行 咱们变成百分比 变成50% 80% 我这个地方呢 叫0.3 一会儿呢 咱们把它变成30% 这0.3 可是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啊 你不能说 这个数据库中 既存0.3 还存30% 那数据库 时间一长 不就报了吗 对不对 存的垃圾数据 不 这不叫垃圾数据 这个叫数据 勇余 你看我给您说个数语啊 数据勇余了 所以说 咱是用表示逻辑的 咱不要存在数据库中 好 那么咱们现在定义完两个过滤器 那咱们怎么应用呢 非常的简单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我在网页中 打印出来一条message 这些信息 什么呢 Hello view.js word 你好 view.js 确实这个 view.js确实不错啊 好 大家注意 我给出来的这个 Helloview.js word呢 可是小写 它不是大写 那咱们输出的时候 我想把它变成大写 行不行 好 咱们加刚才的过滤器 怎么加呢 message 后面呢 加一个管道符 竖线 小竖线 然后呢 再跟一个 图把破 这个咱们大家注意 这个管道符 可不是说只能加一个 我还可以加多个 比如说 我在加 我在加什么呢 比如我在 我在加颜色 或者说 我 我把这个 每个字符中间 再多增加一个空格 等等的 那种非常奇怪的过滤器 您也可以加 但是咱今天就加一个 因为呢 想简单的说明 好 那么加法呢 咱今天说完了 message 加管道符 再加咱们过滤器的方法 to u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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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行语句就是说 把message里面的内容 传到to upper函数里面去 传过来了吧 作为value 然后呢 咱们这value 大家注意 这套脚本啊 它有一个变大写的 默认的内部函数 to upper case 我这个非常 有点伦敦一点 好 这个呢 就是说 把咱们输入进来的value 变成了大写的内容 同时返回 就是咱们message 这个过滤器的作用 一会咱们看显示效果 现在先不看 为什么 我还要给您举另外一个例子 数值型 咱们刚才还有一个叫做 to percentage to这个啊 to这个 就是说 咱们现在比如说 我说啊 咱们现在学习view.js的这个进度呢 刚刚进行到 0.3 0.3 多难理解 进行到30% 那就换句话说 把0.3呢 咱们通过这个 to percentage 这么一个过滤器的函数 把这个0.3变为30% 其实我这个变的有点简单啊 咱们看一下 我这0.3 是不是从这 通过这个v6传进来 然后这0.3 百分之吗 百分之多少吗 对不对 不是千分之啊 百分之多少 就是0.3 乘以百 乘以100 最后再加上一个百分号 得到不是30%吗 可是咱数据库 咱们从服务器团取出来的数据 可还是0.3 并没变 数据勇余 咱们不要保存在数据库中去啊 咱们再做数据库设施 一定要注意 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两个过滤器的代码 咱们现在执行一下 看看实际的效果 希望和我说的一样 别到时候你说的一套 结果一数据显示是另一套 这说不过去啊 好 咱们现在显示一下今天咱们的样力 我现在启动一下我的外部浏览器 好 咱们看一下啊 其他的这个我把它关掉啊 网页开了太多 影响速度 因为我是在这个虚拟机里面运行嘛 所以呢 速度优先 好 咱们看这个Lesson7 Lesson7啊 7 对 好 咱们看啊 首先咱们输出一行 是原汁原味不带大写的 Message变量的内容 大家看 HelloVGIS Word 还有这个标点啊 这没问题吧 大家注意 第二行 很奇怪的变成 很不叫奇怪啊 很神奇的变成了大写 为什么 咱加过滤器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这个过滤器的实现 刚刚说过 就是这个地方实现 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行语句嘛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刚刚的数值 数值啊 怎么大舌头 现在的Vue.js学习进度是 0.3 什么叫0.3 很奇怪 大家注意看后面 30% 这就很好理解了嘛 咱们现在这个Vue.js学习进度是多少了 对 30% 这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通过这行语句 我把它 原封不动的把它标出来 大家请注意 这括号不算啊 这括号可不是这个过滤器里面带的 括号是我这个自己手写的 这括号里面的内容 才是过滤器的内容 大家看 输出一个number 同时加管道符 再加2% 这么一个过滤器 然后呢 把它乘以100 同时呢 加上一个百分号 这个呢 就叫做数据与数据的表现形式分开 数型分离 这是非常经典的MVC的设计方法啊 好 这个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过滤器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今天我的代码呢 都放到了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也请您参照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